真没想到,把莲藕放进滚烫的油锅中,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节莲藕,先将莲藕的头尾切去不要 接着再用一个刮皮刀刮去莲藕的外皮 在挑选莲藕时,一定要选择两头带根的 这样可以防止里面有淤泥 去皮后,再将莲藕切成厚片 厚度大概0.5厘米左右 最后再切成粗细均匀的条 尽量切均匀一点,粗细比筷子稀一点就可以 全部切好后,放入盆中 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白醋 再倒入清水,没过莲藕 接着下手将莲藕清洗干净 加入白醋来清洗,可以防止莲藕氧化变黑 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来,放入盆中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入个底位,然后下手翻拌均匀 胶里面的食盐抓拌至溶解开 抓匀后,先放一边腌制20分钟 下面来切一些配菜,一把芹菜先用刀从中间切开 再改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碗中 准备一把小葱,切成长段 再准备一些大蒜,切成薄片 一块去皮的生姜,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些干辣椒,剪成小段 吃不了太辣的朋友,可以少放一些 剪好后,倒入漏勺中,把里面的辣椒籽过滤出来 然后再倒入另一个碗中 再倒入清水,将辣椒泡一下 这样等会儿在炒制的时候不容易炒糊 抓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莲藕腌好后,往里面少量多次的加入淀粉 再下手抓拌均匀,让每一个莲藕条都能裹上一层粉 淀粉我们要分三次加入 这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它的干湿度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 淀粉也不需要太多 裹成像这样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 往里面倒入多一些食用油 把油温烧至七成热 用筷子试一试 筷子周围冒密集的小气泡 这个油温就可以 接着把裹满粉的莲藕条分散地下入锅中 全部下锅后,先不要着急翻动 大概炸30秒,将表皮炸至定型 再用筷子轻轻翻动 把粘连在一起的莲藕条给它搅散开 全程开中火炸至,就这样慢慢地炸 把莲藕中的水分炸出来 一边炸一边不停地翻动 让它受热更加均匀 一直炸至飘起 表皮绿微金黄 然后控油捞出来 放入漏勺中控一控油 为了口感更加的酥脆 我们还需要再复炸一次 再次把锅中油温烧至八成热 然后倒入炸好的莲藕条 给它复炸30秒左右 莲藕条通过复炸一遍 口感会更加的酥脆好吃 而且久放也不回软 将莲藕条炸至金黄酥脆 然后就可以关火捞出来了 听一下这个声音,非常的酥脆 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另起锅 加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后 放入一把花椒开大火翻炒 炒出花椒的香味 炒香后 倒入葱姜蒜 再倒入芹菜 再倒入干辣椒 然后用铲子快速地翻炒均匀 炒出食材中的香味和辣味 将芹菜炒至断生 接着加入少许干果酱 再次快速地翻炒均匀 炒出酱香味 炒香后 倒入炸好的薯条 再撒上一把黑黑的白芝麻 然后转成小火 快速地翻炒均匀 将所有的食材炒至混合在一起 将莲藕条炒至入味 这里不要炒得太久 大概翻炒个30秒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 就这样一道简单的干扁藕丝就做好了 光看这颜色就非常有食欲 吃起来的口感麻辣鲜香 非常的酥脆入味 不管是拿来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不错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